你送給我的荷包,我每天都戴著 現在看起來,真的受得不太好 就像這裡… 不是,這個荷包… 我覺得已經受得很精緻 因為是三號的親手手 王爺 參見王爺 什麼你們?這麼巧 我剛剛拜完唐蓮子來 這裡還有幾顆,吃不吃? 王爺,你的手做什麼? 上次搶阿徐媽媽的錢袋來玩 一個不小心就跌過我狗搶屎 不過如果上次我懂武功的話 我就飛上去,一定不會鋪斥 怎麼會有這麼厲害的武功? 當然有 對,你懂武功的,不如你教我 就算到時候我不可以… 飛走了,起碼可以強身健體 你看,我很大隻 要我教王爺你武功嗎? 王爺這麼想學,你就教他 學武不僅可以強身 又可以保護自己 讓他不用經常被人欺負 這套拳腳只有三色 慢著…怎麼拜日? 不是這樣的,王爺 王爺,你看我先洗三招吧 狂狼拜日 童子混龍 第三招,神龍擺尾 將敵人踢開,化解眼前危機 王爺就是堂堂一角之君 出來交由狩獵 都要閒時閒刻,匆匆忙忙 根本就未能盡興 李丞相他把三天行程縮減為一天 只是想皇上有多點時間 處理國家的大事,出心是好的 問題只是他心是國家百姓 就未能體諒皇上勞苦,間中又實 原來是皇叔 我在遠處見你一個人在動手動腳 雜武 是呀,皇上,我在這裡雜武 不過原來很難的,我差點達死了 一個人練當然難 來,等等陪皇叔玩一下 皇上,不要啊,皇上 皇爺,小心皇上 不要啊,皇上 很痛啊,皇上 不要啊,皇上,不要啊 不要啊,皇上 臣,交道無方 皇叔的武功完全未到家 豈能與皇上比試呢 不要玩,不玩啊,不玩啊 朕拿人中龍,天之子 任何人和朕鬥 都只會落得一敗土地 敗家 是,皇上 小心 走了,走了,你怎麼樣 你沒事吧 他打得你痛不痛 看來,像是你痛一點 其實你這個師父真是拜得過 你連皇帥都敢翻 是,請受徒特一拜 小事一蹤 當我真的被皇上刺死了一會 你才扮我也沒刺 還會坑未俱全 難得中師祭和阮師真 肯上臉來吃頓便飯 抽而禁擊萬分 何彩女,你特意宴請我們 是否有事相求 其實我想師祭房和師真房幫幫我 正所謂人靠衣裝 皇上下個月設宴 款待波斯試者 要選六名試酒 我有幸入選 抽而入宮八年 也是第一次得見皇上 若然未能令皇上留下深刻印象 機會一個 抽而又不知道要等多何年何日 所以你就想有一套出色的衣衫 艷光奪目的頭飾來吸引皇上 我也明白 後宮佳麗三千 個個都日盼夜盼 望有朝一日可以侍奉君側 不過可惜 有一些等了一輩子 都沒見過皇上一面 難得你等到這個機會 真是可喜可可,恭喜 所以抽而 只會無味請兩位來幫忙 好 不妨老實跟你說 另外那五位彩女 也一樣要我們替她做好衣服好妻 來吸引皇上 對,林彩女和曾彩女都說要在衣裙上金線 又說要在衣擺雙補石 他們的紅包當然是比較大 用料也是比較名貴 手工當然不簡單 總之就是 按照我們不夠時間幫何彩女做衣服 不過,抽而入宮多年 這次可能是最後一個機會 就算胎日老死宮中 只望靈一近龍顏 我求兩位 好了… 我姑且盡人事 好了 我就看看可不可以在造宮補足 能不能讓皇上注目 就看你的造化 好,謝謝兩位 曹掌濟 曹掌濟 程掌生 三好,為什麼你會過來? 中施濟叫我過來的 中施濟吩咐 叫我來問一下你們 幫何彩女做個頭飾 用什麼圖樣 我們會照跟做一色的衣裙 袁絲珍好像還在畫圖樣 或者等一下頂她出來就會知道 曹掌濟 曹掌濟,我聽聞是中施濟 答應幫何彩女做衣裙 她明知道紅包這麼少都肯 不像她 自從經過那一劫 中施濟對大家好很多 簡直是平易近人,黃海可親 後宮花這麼多錢 又做衣裙又做差 無非都是想皇上看中她們 為了這麼孤主一宅,傾盡所有 其實那群彩女過了二十五歲 就得不到皇上重行的話 就要被她做宮女做粗活 真是一個天一個地 如果幸好做到妃嬪就等於飛上天 如果不是,就等於在地欄 比著我都不願意就這樣一輩子 比著你?你有什麼本事? 遠思珍 是中施濟派你們來的? 是啊,關於何彩女的頭飾 甘霖 是 何彩女之差就交給你去做 你畫好圖樣,先讓我過目 若有不足,我再添加意見 時間無多,你要盡快完工 是,遠思珍 chodzi 你為什麼拿了一招陸陷履了? 這個是什麼? 沒有 沒有 你想給我什麼 ? 你想下毒害我 ? 你現在看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啦